心肌梗塞的患者在救治的时候是分秒必争 高雄市的消防局首开先例 在救护车上装置无线传输信电图 患者一上救护车的时候利用机器判读 及时把信电图传回医院 患者一到院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获得治疗 九个月下来已经救回八名患者 快速的判断信电图 然后就后传送至那个清单科医师那边 别小看这块薄薄绿色的布 可以无线传输信电图到要施救的医院 让病患一到急诊室医生马上进行治疗 吴先生就是因为这套设备挽回命 高雄市首开全台先例投入一百多万来装设 九个月来已经成功救回八个病患保护性命 未来心血管疾病患者第一时间求救时 要记得把病症讲清楚 才能让第一线的救护人员做最严实的治疗